为服务河美镇深港乡与县西乡居民 所设立的终身学习平台 美港西社大 秋季班开课了 这次课程不但积极发展地方特色外 也为保存及发扬在地艺术尽一份心力 那我们这一次是秋季班 那大家都是一些从不会采缝纫机 然后来做这个雨伞怎么去完成 就从一块布啊 然后自己拉边 然后自己采三角片自己去合片 然后甚至到彩绘 就把那个一只雨伞 它让它富有更大的生命力 台湾的制伞产业曾经世界第一 尤其是江话和美更是首屈一指 为了让学员能够更了解制伞文化 并对传统地方产业有更深入的认识 美港西社大增加免费课程 和美地方特色手工伞制作与彩绘 让民众了解体验在地文化特色 本来是要学雨伞维修 结果报的时候发现是那个整个的制作 所以我想说从制作学也不错 就想说多少钱 多少钱就做一个一款的成就感 我本来要去报便当课 结果额满了没有了 结果讲说自散自散好 很高兴讲说我有来到学到这一个 吃到六十年了 第一次给人打车 我好感谢 借由美港西社区大学课程 推广与传承永续在地文化 期望未来能进而带动社区 发展出地方特色产业 丰富社区人文素养与生活美学 公益频道徐世昌 和美采访报道